4月30日 红海第一季本叶子公司获利情况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下跌98点,成交量3575亿,指数收在20396点 明天是5月1日劳动节,股市休市一天,大盘 台积电昨天涨上月线后今天稍微休息整理了一天 红海则是已经站上了月线四个交易日了 红海的走势还是明显地强过大盘及台积电 昨天工业复联开出了第一季亮眼的财报 营收年增12%,获利年增34% 而且工业复联有说AI伺服器占伺服器的营收四成 AI营收成长两倍,生成是AI营收成长三倍 这时会有人说,红海的AI伺服器营收又不高 会这样说你就天真了 去年AI伺服器占传统伺服器仅有十分之一 红海因为股市大,市值大 所以AI伺服器3000亿,就仅是营收6.1兆的二十分之一 但红海拿到这3000亿的AI伺服器营收 在整个市场算是相当大的 本来我们预期下半年到明年AI伺服器营收及获利才会出来 没想到第一季就很明显的贡献营收及获利 红海第一季的营收是年减9.6% 整体的云端网路营收显著成长 但刘董说今年红海整体的营收是显著成长 第一季营收是衰退9.6% 工业复联都能年增12% 代表第二季 第三季及第四季红海及工业复联的营收及获利会变得更凶猛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数学问题吧 全年红海营收要显著成长 大概就是要成长10% 结果第一季营收衰退9.6% 这代表接下来三季营收都是要成长10%以上 第一季在红海营收衰退9.6%的情况下 有关AI伺服器产品的工业复联营收年增12% 这意味着第二季 第三季及第四季会更有看头 大家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AI产业年负成长42% 今年都这么有看头了 明年及后年更是有看头 毕竟今年4000多亿 明年再年负成长4成多 那就有6000亿了 后年就有9000多亿了 台积电都敢看到2028年AI营收年负成长50%了 大家应该是能相信台积电的眼光吧 以台积电要盖晶圆厂 这需要很多时间 所以想要向台积电订晶片的人 就会和台积电先下订单 所以台积电能看得很准 毕竟台积电是世界第一的晶圆代工厂 大部分的公司想要做晶圆代工 都会来找台积电 流动及鸿海市看到接下来两年 我只能说这算是很保守了 AI伺服器都会是强劲成长的 有时你看股市气氛不好 股价或台股下跌时 你心里就要想一件事 接下来几年鸿海的营收及财报都会很好 而且因为AI年负成长很高 所以越到后面威力越大 哪天你真的很怕 很想卖 你至少也是要找一个气氛好的时候 AI百年大行情都摆在你面前了 有一些人常常在股市悲观或下跌500点 1000点卖 我也是不懂这些人怎么了 你在接下来的两年之间 你总是能等到气氛好的时间点 大家记得一件事 股市都是慢慢涨 然后快速跌 所以股市乐观的时间长度一定是比较长 悲观的期间一定是比较短 大家按赞并留言 不论股市气氛有多差 我一定不会在指数大跌时卖出手上股票 今天鸿海主有筹码分析部分 第一波主力做多外资 瑞银在4月中鸿海股价下跌期间互盘了2万4万张 那时第一波做多主力的大摩 瑞银 法国新业都呈现卖超 第一波做多主力也在那时出货 那时除了瑞银买超及超盘外 美商高盛 上海汇丰也是有加入买超行列 昨天鸿海旗下最赚钱 金基姆工业复联开出第一剂量眼财报后 营收年增12% 获利年增34% 今天瑞银就卖出了1万张左右 把4月中互盘买到的卖掉一半 之前我就说过 三大法人买了股票后 他们会在股市气氛不好时互盘 会在气氛好时拉抬 瑞银在鸿海从161.5元跌到137.5元时 互盘买了2万4千张 这2万4千张除了包含下跌时买 在鸿海股价跌到137.5元后 瑞银也是有在大买三天把股价拉上148元 瑞银在4月中下跌这段期间买到的成本约在151元 加上交易税手续费的0.6元 还有平盘互盘损失的差价 大概成本就是会在153元左右 在157.3元卖其实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瑞银如果继续卖 那之前买到成本136元成本以下的才能赚到比较多钱 瑞银是最早开始买鸿海的唯一一个外资 所以会2万多张是买103元左右 当鸿海出现基本面及产业面利多时 瑞银如果想要出货 那也是没啥问题的 之前第一波做多的主力内资 合计就卖了5到10万张 这才让第二波做多的主力外资群能进来 新进来的外资群成本在151元 这些成本比较高的外资群就会在股价下跌时互盘 今天法国新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法国新业是第二波主力做多的外资群 在鸿海剩价136元以上才开始买进的 成本大概就是落在151元 今天鸿海股价从158.5元跌下来到150元 法国新业就买了5996张 法国新业从160.5元开始买 越跌越买 在157.5元买了1697张 每一个价位法国新业都有买 这就是护盘 最终鸿海股价收在156元 在4月中第一波做多外资群的大摩及小摩也是有卖了一些 结果股票被瑞银买走 今天瑞银把股票卖出来1万张 法国新业买走了近6000张外 大摩及小摩也买了近6000张 之前我和大家说过 一些低成本库存的股东 本来就要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换手 这样鸿海的股价才会越来越高 不然在鸿海股价上涨前 大部分股价的成本都在三年限的106元 因为每一个人成本都一样 所以股价就在100到105元之间整理 只要涨一点点就有人在那玩五毛游戏 后面三月时 三大法人合计买了近40几万张 就把这12万个股东清掉 很多是卖在105元 120元及134.5元 大部分人人平均都是卖在120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追踪第一波做多主力成本 大概就是120元 一买一卖成交易 第一波做多内资主力买在120元 当然就是散户卖给他们的 第一波主力外资群的成本大概在136元 所以另一批大量卖出的散户就是卖在136元 只跌到137.5元时 卖在120到136元的散户 他们一定是不敢买的 所以跌下来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用 只要鸿海中的股东持续的换手 那鸿海的股价就能搭配接下来百年AI大行情持续的上涨 我这样说好了 每一个外资群及主力进来都是为了赚钱 散户也不例外 第二波主力做多外资群均价买在150亿元 他们想要赚钱的话 至少也要到180元才有赚头 就搭配着每一季基本面及产业面的利多 股价就是一直向上滚量换手 这样就难最健康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过程中哪一个外资群卖了 哪个内资主力卖了 第一波内资主力卖了后 股价整理了两三周后 不是一样又回到了156元 之后鸿海会持续开出年增的营收及三绿三升的财报 接下来看一下鸿海制股东报告书 刘洋伟表示深城市AI带动今年成长 鸿海集团制股东报告书出炉 董事长刘洋伟指出 今年全球GDP增速将较去年大致持平 我们对今年资通讯产业景气保持比较中性的看法 然而 受惠于深城市人工智慧等应用对云端网路产品的需求增加 我们预期今年鸿海的营运表现有望优于前一年 刘洋伟表示 去年全球经济及贸易面临许多挑战 通膨压力和高利率环境降低了终端市场需求及厂商投资意愿 并反映于广泛的市场提染和供应链对于存货管理的谨慎态度 然而 在此严峻的考验下 鸿海去年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仍缴出了新台币6.162兆 历年次高的合并营收 刘洋伟指出 在市场快速变动之际 鸿海将优先确保营运的稳健 灵活应对市场需求 发挥集团核心竞争力 协助客户提升价值 鸿海也由制造服务公司 EMS 扩展为平台解决方案公司 透过宝以及CDMS的营运模式 全方位地结合不同区域之伙伴 创造双赢的成果 也会持续掌握领先的科技趋势 为投资人创造长期价值 刘洋伟分析 在经历了由疫情推动的高速成长阶段后 自通讯产业面临了一系列挑战 为了一直通膨 全球各大央行连续升息 不仅导致了经济成长的放缓 也对新兴市场的购买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复杂的经济环境下 客户的需求和拉货动能较弱 也对鸿海去年的营收产生了影响 以产品别来看 消费智能、电脑终端及云端网路产品的营收 较前一年有略为衰退 而原件及其他产品的营收则约略持平 展望今年 预期消费智能及电脑终端等消费性产品 但也看到AI与EV的成长机会 鉴于这些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 我们将致力于提高产品竞争力 尤其在目前成长最为快速的AI伺服器市场 以及人在成长出奇的电动车市场 以确保我们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 并且创造另一个成长动能 Digitimes Research指出 全球伺服器市场去年遭遇多重挑战 包括后疫情时代对传统云服务需求下降 全球高通膨带来的经济压力 以及深层市人工智慧技术需求的激增 对传统伺服器采购预算产生排挤效应 在这些因素影响下 全球伺服器销量于去年首次呈现双位数的衰退 然而 今年北美云服务商 CSP的资本支出前景显示出明显的改善迹象 根据彭博今年2月初的资讯 北美前四大云服务商资本支出的金额预计 将从去年2%的衰退转为今年超过20%的成长 此转变有望刺激对伺服器采购活动的复苏 此外 根据吉邦严调指出 今年AI伺服器的出货量将实现超过33%的成长 在这高速成长的领域中 鸿还显示出其全方位的制造实力 从上游的模组和基板 到下游的伺服器与机柜的整体设计和制造 再到资料中心的建制 并且导入垂直整合的存储器 交换器 以及先进的散热解决方案 特别是在上游的绘图晶片、GPU、模组和基板的开发上 为鸿还发展AI伺服器的核心策略 鸿还除了致力于扩大其在上游市场的占有率 同时也开始扩大下游的整机组装 目标将AI伺服器的市占率提升 至于其在整体伺服器市场中的市占率相同 鸿还在伺服器的庞大规模 制造能力 以及垂直整合的优势 都是可以协助客户抢占先机之处 PC极智慧型手机市场 历经过去两年的销售下滑后 IDC预估PC极智慧型手机市场 今年将摆脱衰退重返成长 随着消费性产品回温 传统伺服器市场逐步回温 及AI伺服器的明确成长趋势 我们预计今年资通讯本业的整体营运会 优于去年 云端网路产品将是今年的主要成长来源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鸿还主力外资群进行你丢我捡 2.鸿还第一季本叶子公司获利情况 3.鸿还AI伺服器爆发性成长 仅刚开始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3.4亿 投信买超台股17.86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8.6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32.66亿 外资群期货减少1306口 期货留仓空单13735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4813口 今天台股成交3585.20亿 下跌98.92点 跌幅0.48% 收在20396.6点 电子下跌4.59点 跌幅0.43% 收在1055.96点 金融下跌6.56点 跌幅0.35% 收在1858.49点 鸿还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港商法新 买了5996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2875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2838张 第四名的是大和国泰 买了1000张 第五名是国泰敦南 买了457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瑞银 卖了10580张 第二名的是元大 卖了2323张 第三名的是美龄 卖了2258张 第四名是美商高盛 卖了1388张 第五名的是上海汇丰 卖了1018张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 第二波做多外资群的法国新叶 买了5996张 卖第一名的是第一外主力 做多外资群的瑞银 卖了10580张 这一波下来主力做多外资群 都没有大幅度的换手现象 接下来可以观察一下瑞银的动态 是不是想要向别的内资主力 以及外资群换手了 买第二名及第三名的是 第一波做多主力的大摩及小摩 合计买了5713张 之前大摩及小摩有小卖一阵子 不过没有像瑞银这样一口气 卖1万张的量 买第四名的是大和国泰 昨天大和国泰买3775张 今天买1000张 大和国泰玩法算是有趣 就是近买3775张及1000张 都不会像其他外资群及主力 这样一买及一卖 今天鸿海股价会弱势 主要就是瑞银卖了10580张 我们来看一下瑞银4月 进出鸿海的情况 瑞银在4月11日到4月19日 都有护盘鸿海 那时鸿海股价从154.5元 跌到137.5元 4月17日 18日及19日三天 瑞银大买是为了让鸿海股价 从137.5元向上涨 瑞银在鸿海向下跌时互盘 然后再向上拉抬 短短7个交易日买了24665张 这些成本大概会落在151元左右 加上一些交易税 手续费 还有互盘损失的差价 成本应该是会落在153元左右 今天瑞银在157.65元 卖10580张 有可能是趁着鸿海旗下最赚钱 金基姆工业复联财报量也卖一些掉 瑞银今天卖掉这部分的筹码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是有可能瑞银趁着利多几股价在月线先卖一些掉 以备之后不时之需 如果接下来瑞银还是持续的大卖 那代表瑞银就是要出货 其实大家也不用紧张 之前做多的内资主力就有几间出完货了 也成功换手给第二波主力做多外资群 当新进来的外资群成本在151元 当鸿海股价下跌时 它们自然是会互盘及拉台 这一波鸿海股价上涨 那是因为两个原因 已是鸿海股价太过低估 近三年净值增加了十几元 股价还下跌了5到10元 所以本来就是要给鸿海20到30元的差价 而是鸿海AI伺服器会强劲成长 接下来几年鸿海的AI伺服器是能贡献营收及获利的 工业复联第一季的获利出来后 大家就能确定鸿海AI伺服器已经开始有贡献 之前我们还在想下半年及明年才会开始有影响 没想到第一季就开始出现成长了 重点是鸿海三月营收中表现 第一季云端网路营收是显著成长 这和刘董说的接下来两年会强劲成长不一样 代表接下来鸿海云端网路的营收成长会变得更惊人 筹码面仅可以影响短线股价 就是一些法人 外资群 主力进出及换手 最终鸿海股价该涨到多少 那一定就是以基本面及产业面为主 接下来鸿海每一个月 每一季的营收及财报都是会年对年成长及三绿三升 所以里面任何一个主力 外资群 散户买进或卖出都是无所谓的 就是要让鸿海里面的股东持续的换手 记得一件事 之前鸿海股价一直在100到105元整理 就是里面所有的股东成本都在106元左右 股票不会换手 大家成本都这么低 所以股价只要在100到105元波动 就会有人在那买来卖去 现在鸿海中第一波做多的主力内资出去一部分了 然后第二波做多外资群进来 还有一些新思维的鸿海股东进来 现在第一波做多主力的瑞银卖了1万张出来 也是被第二波做多的外资法国新叶吃掉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被大摩及小摩吃掉 在4月15到4月19这段期间 大摩及小摩的股票卖出来也是被瑞银吃掉 等于就是主力之间换手 看一下法国新叶 开始大买是在3月18日 也就是鸿海股价供过134.5元的时候 所以我说法国新叶是第二波做多的主力 法国新叶过程中也是会卖 不过都是小卖 在4月12到4月22日时也是连卖了7个交易日 不过都是小卖一些 合计卖超3008张 法国新叶在这一波鸿海从161.5元跌到137.5元 再到148元时 它都是站在卖方的 那时我就说外资群及主力有可能是故意要让鸿海股价洗盘 这样才能让里面的人换手 在4月15到20日这段期间 就瑞银买得最凶 合计买了24000张 今天大摩 小摩 法国新叶买 瑞银卖 这等于就是主力间的你丢我剪 毕竟瑞银不知道之后会怎样 所以可能趁利多先把之前多买的部分先卖一些掉 之后股市气氛不好时才能互盘 以这一次工业复联开出好的第一季财报 这和以往是不同的 之前可能就是好个一季 不一定能继续成长或是有续航力 这一次工业复联营收集获利好 那是因为AI百年大行情 现在也才刚开始就有这么明显的获利了 那到了明年及后年还得了 所以现在不要傻呼呼的被一些股价波动 或是三大法人进出给骗了 打定主力就是要至少看三年 过程中就是复利在投入 有钱就买 没钱就报 反正接下来鸿海每一个月 每一季的营收集获利都一定会年增级三绿三升的 重点是鸿海股价净值比才1.44倍 所以也不用担心投资三年后会赔钱 今天鸿海下跌2.5元 股价收在156元 跌幅1.58% 成交量来到72820张 今天鸿海成交量出现两缩 外资群卖超5878张 投信卖超4张 自营商卖超1080张 三大法人卖超6962张 昨天外资群卖超14114张 今天卖5878张 昨天鸿海股价上涨3.5元 今天下跌2.5元 外资群目前在150几元买来卖去的换售 近三周让股价从161.5元跌到137.5元 然后再让股价涨回155元 这样就洗出了散户及低成本主力的87000张的股票 过程中一些内资主力 外资主力换售 连内资及外资群都会换售 那就更不用说散户了 一般散户太注意短线股价的波动 所以他们很容易频繁交易 这时会有人说 如果都不注意三大法人的筹码面 那怎么知道他的态度及行为 这就衍生出很有趣的事 很多散户因为程度不好 自我心里面不够健全 所以会在外资群 主力一买一卖的演戏中掉进他们的陷阱 有一些则是完全不注意三大法人的筹码面 这些人自然也不会知道三大法人在干嘛 所以很少人能像我这样时时刻刻注意三大法人的动态 还能够客观且中立地保持冷静 大家很常看到一些叫空的低级投机客 可能4月中叫空 结果时间一两周过去后 他们就消失了 完全假装没有这一回事 还有一些说了一大堆不关痛痒的观点 然后说自己放空了 也明确的写了止损点及止力点 就拿现在鸿海股价156元来说 一些小菜机就说要放空鸿海 止损加161元 止力加150元 结果隔天股价上涨到158元 他就说自己止损了 过没几天又开了一个类似的止损及止力目标 这种人就是低级的投机客 而且是很弱的投机客 连最基本的纪律都办不到的人 你和我说他能多厉害 那不是来搞笑的吗 今天你说156元放空 161元止损 150元止力 就算你在161元止损了 我都认为你有纪律 短线投机本来就是有赚有赔 自己设定给自己目标的事你都无法执行 你怎么可能多厉害 也会有很多人无法接受很多网友敬重我 如果今天你有能耐连续七年的发文章 然后都不间断 不论你股市功利如何 至少别人会认为你这个人非常的有纪律 一般有纪律的人会成功 那不会是什么难事的 我投资厉不厉害 其实我的文章集说过的标的都还在一般讨论区的文章中 确实我看得上眼的公司 你只要能放长期 然后不要在那鬼打墙的买进卖出 你都是能赚到很不错的报酬的 所以从过去我的文章到现在 其实你就能验证出来我的投资策略是否行得通 所以有一些酸民想要酸之前 你可以试着不间断地分享自己的股市知识及尝试给大家 时间久了后 自然别人就会知道你厉不厉害 还有一些人会在那说自己赚很多钱 你能赚多少钱那是你家的事 别人看你分享也不是为了看你炫耀或臭屁赚了几亿 你要有能耐让别人赚钱 那才叫本事 新闻说 AI大厂回答 NVIDIA 前年来台射手作亚洲AI研发中心 总投资金额243亿台币 至今已雇用400名员工 经济部技术司26日表示 辉达目前研发顺利 也将协助我厂商进行AI应用开发 对我人才素质感到满意 相信将来会有在台射第二座研发中心考量 辉达是2021年申请人工智慧创新研发中心计划 经济部补助67亿元 2022年起台湾AI研发中心成立 地点设在台北内湖 同时承诺2027年要雇用到1000名员工 这座亚洲第一个研发中心 主要进行AI晶片研发与GPU图形处理器 还建立了全台最大的超级电脑台北一 日前经济部代位宣布 台北一要免费提供AI散立给产官学研究与新创作研发使用 可帮助我国投入生成式AI 大型语言模型 数位孪生等前瞻研发 经济部技术司长秋秋慧说 回答在台投资计划不只设研发中心 还包含分享超级电脑资源给业界 并参与台大 轻大的AI人才培育已有6、700人受惠 另外 让我研究机关 产业界参与AI技术与产品研发专案 支持中小企业与新创导入AI应用等 技术处官员表示 已对回答研发中心做了三次验证 二年来已聘用400人 都符合当初计划要求 目前回答对台湾人力素质与成本都表示满意 相信未来会考虑在台设第二座研发中心 对回答创办人黄仁选择台湾 秋秋会说明主要是台湾在硬体 基础建设 人才方面都有优势 人才具高度专业和工作纪律 加上半导体生态体系完整等 回答研发中心除了带动对台投资外 官员表示 也具有提升台湾研发能力效益 该中心目前运用GPU技术 与台湾厂商共同进行AI应用开发 聚焦在人工智慧领域 包括尖别式AI和生成式AI 其他还有与国内ICT业界的研发合作 协助我推动智慧工厂转型 新闻说 4月29日工业复联发布2024年一季报 受惠与AI散力需求的持续强劲成长 工业复联第一季实现营业收入 1186.88亿元 年增12.09% 规模净利41.85亿元 年增33.77% 扣非净利42.72亿元 年比成长33.22% 均创上市以来同期新高 今年以来 全球云端服务商推动大模型应用落地快速 生成是AI热潮 也持续推升全球AI伺服器的庞大需求 为工业复联云端运算业务成长注入强劲动力 2024年第一季度 工业复联云端运算业务营收占整体营收近五成 创单季新高 同期 公司的AI伺服器占伺服器整体营收近四成 AI伺服器营收年增近两倍 较上季呈现 近双位数比率成长 此外 报告期间内 工业复联生成是AI伺服器营收年增率增加近三倍 季比也呈现双位数比率成长 公司通用伺服器营收较2023年同期达到双位数比率成长 季节也呈现良好成长趋势 A大回答 昨天工业复联开出第一季亮眼的财报 这就意味着鸿海AI伺服器的营收开始贡献公司营收及获利了 接下来两年工业复联AI伺服器的营收及获利都会持续的大幅成长 所以每一个月大家就容易看到鸿海营收年对年成长 每一季看到鸿海财报三绿三升 这样的情况至少是能持续两年时间的 大家来看一下2024年第一季及2023年第一季鸿海本叶子公司的情况 2023年第一季鸿海营收14624亿 盈利405.2亿 工业复联营收4699.56亿 获利132.93亿 工业复联营收占鸿海营收32.13% 获利占鸿海本叶盈利32.8%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鸿海本叶盈利不等于获利 一个完整的获利是要加上业外获利 扣除所得税及非控制权益 我们单纯就拿本叶营收及盈利比 这样就能看出鸿海本叶毛利率及盈利率好的几率有多大 2024年第一季鸿海营收13221亿 工业复联营收5222.8亿 工业复联营收占鸿海营收39.5% 因为鸿海获利还没有出来 所以还不确定 我们直接拿去年405.2亿的来算 获利占46.38% 很明显工业复联的营收及获利能贡献鸿海更大的获利 去年工业复联毛利率7.36% 鸿海毛利率6.04% 2024年第一季工业复联毛利率7.64% 工业复联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比去年第一季好 更重要的是鸿海第一季营收比去年第一季年减9.6% 工业复联营收比去年第一季年增12% 大家应该是懂一些简单的算术 鸿海2023年第一季毛利率仅有6.04% 工业复联营收有7.36% 代表鸿海有很多营收是低于6.04%的 被工业复联高毛利率的7.36%向上拉后 最终才会得到6.04% 2024年第一季鸿海低毛利率的少了9.6% 高毛利率的营收多了12% 重点是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是7.64% 比去年第一季的7.36%好0.28% 工业复联的营收 毛利率就能让鸿海2024年第一季毛利率有望更好了 大家再看一下2023年第一季 鸿藤赔2.82亿 营收257.21亿 224年第一季鸿藤赚3亿 所以鸿海又多了几百亿营收毛利率比2023年第一季好 还有去年有亚太电信 在去年12月中已经卖给远传了 接下来亚太电信的营收就不会再列到鸿海本业中了 亚太电信营收虽然仅有30亿 但一季是会赔到12.58亿这种水准的 今年第一季鸿海就不会再去认列亚太电信的亏损 去年第一季复制康赔15.89亿 不过复制康还没有开财报 现在已知的工业复联 鸿藤精密及亚太电信 本业盈利已经比去年多73.43亿了 剩下复制康这个营收387亿等级的 就算赔也是十几亿等级的 不可能改变已知的情况 鸿海2024年第一季的毛利率会比去年第一季好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看一下鸿海业外部分 业外就是包含了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其他利益及损失 财务成本 关联企业及合资损益 其中我们来看最稳定的利息收入加其他收入及财务成本 因为鸿海市政利息收入的公司 这三项一定每一季就是稳赚的 从2022年及2023年第一季来看 大概就是赚31.69亿到35.58亿 因为鸿海手上资产大于负债很多 负债比也仅57.2% 所以每一季可以靠银行利息收入 股息收入 政府补助 再减去支付给银行利息 公司债利息等获利 所以2024年第一季我们就当这三项赚32到35亿之间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 2023年关联企业及合计损益赔了189.5亿 这就是因为夏普做重大资产减损造成的 正常来说 鸿海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损益是由旗下子公司组出来的 这些公司竞争力也是很强 例如比较重大关联的子公司就有夏普 红准 真顶 这三间影响鸿海业外关联企业及合资损益较大 通常正常的情况下 这一项也会是正的 除非就是夏普做了500多亿的重大资产减损 不然正常来说夏普都是正负20到30亿之间 红海持有夏普34% 了不起就是影响正负10亿左右 红准及真顶大概就是影响正负几亿之间 最近红准的营收下降 毛利率上升 很明显就是把不赚钱的营收去掉 仅留下赚钱营收 夏普进三季分别赚55亿日元 赔5亿日元 赔29亿日元 这对红海的影响就是很小 这一项大概就是赚10到30亿左右 最关键的就是其他利益及损失 这一项包括的就很广 例如持有的股票 基金 避险的货币期货 选择权 金融资产评价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 2023年第二季到第四季 这一项分别是赚68亿 18亿及83.46亿 也就是都赚很多 这样的情况下 红海整体的业外获利就会是167.8亿 110.7亿 179.7亿 如果其他利益及损失赔钱 就会像2022年第一季到第三季 其他利益及损失分别是赔56.99亿 赔64.92亿 赔36.17亿 这时红海的整体业外损益就是会是赚2.58亿 26亿 26亿 这种水准 大家懂为什么我说红海业外比较不好估了吧 大概就只有一项不好估 也就是其他利益及损失这项 红海业外稳赚的大概就是50到60亿 每一季都蛮平均的 只要其他利益及损失赚个50亿 那业外就是赚110亿 如果赔50亿 那就会便仅赚10亿 不过其他利益及损失这一项长期下来是会回到一个平均的 毕竟汇率高高低低 股价也是涨涨跌跌 这一些影响就仅是短时间的事 用全年来看的话 红海的业外是能赚差不多的钱的 所以本业营收 毛利率 盈利率提升就会让红海的获利提升 也不用担心红海的业外会拖后腿 红海目前持有夏浦的股东权益大概剩500多亿 也不用常常在那幻想会做重大资产减损 这种感觉就像是 你们公司把一批旧的电脑 设备报废 公司就会少了这些电脑及设备的资产 但你也不会常常有旧电脑 设备报废 夏浦做的重大资产减损 包括打消了面板厂 欧厂 设备 机器 商誉 这种打消了就打消了 不会是每一季或每一年都会产生的 白话文就是 你一台车开了20年 然后报废了 当初这台车100万买的 报废后你的资产就少了这100万的车 这时有人一直担心你每季 每年都会报废车 你就说 我是哪来这么多开20年的车可以报废 新闻说 真顶子公司彭鼎今年首季获利人民币4.97亿元 年增于18% PCB龙头真顶 KY24日代子公司公告董事会通过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子公司彭鼎今年首季获利年增于18% 真顶尚未公布首季财报 而彭鼎今日先公布2024年第一季营业收入人民币66.87亿元 较去年同期人民币66.67亿元 增加0.29% 2024年第一季净利润人民币4.97亿元 较去年同期人民币4.19亿元 增加18.81% 此外彭鼎公布2024年第一季每股盈于人民币0.22元 较去年同期人民币0.18元也增加 公告所载2024年第一季的财务资料仅为内部核算资料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今天台股一早都在量缩 最后一笔爆量下跌115点 最终下跌98点 台积电股价本来上涨5元 股价来到800元 最后一笔变下跌5元 收在790元 等于是最后一笔就下跌了10元 鸿海最后一笔多下跌了0.5元 本来是156.5元 最终收在156元 今天一早鸿海因为有工业复联开出第一季获利年 增34%的利多 本来就是上涨到161元 不过一早很明显就有卖压一直让鸿海不要涨超过160.5元 近两个月下来 外资群买超了近40万张 投信及自营商也买超了近20万张 所以他们应该是很了解自己最后一笔想要干吗 所以一早鸿海的股价就走势比较弱一点 最后一笔就没有像台积电这样跌10元 也就是台积电最后一笔下跌了1.24% 鸿海今天下跌1.57% 除了台积电外 联发科最后一笔也是下跌了18元 原本是1010元 最后收在992元 最后一笔下跌了1.78% 昨天外资群期货空单流仓15,041口 就是透过台湾重量型全职股去打压指数 今天最后一笔金融股大部分也是杀最后一笔 昨天外资群买超前10名中有7档金融股 昨天先补一点金融股 今天再用于打压最后一笔指数 新闻说 3月 工业妇联公布了2023年财报 报告显示 2023年 随着上游算力建设的飞速飙升及下游AI需求的快速增长 工业妇联云端运算业务收入达1943.08亿元 其中 云端服务商产品占比快速提升 2023年占近5成 AI伺服器占云端运算收入比例提高至约3成 呈现强劲的成长动能 工业妇联表示 专注于AI产业价值链上游的GPU模组 基板及后端AI伺服器设计与系统整合等业务 去年公司AI伺服器出货量解攀升 为主要客户新一代资料中心产品和散力中心产品导入提供设计开发服务 成为公司新的成长引擎 A大回答 这一波AI百年大行情中 鸿海营收及获利的成长才刚刚开始 目前AI伺服器还是处在蓝海 还是供不应求 鸿海旗下最赚钱的金基姆工业妇联算是有把营收分布说得很清楚 在2023年时云端网路营收近5成 其中AI伺服器营收占云端收入比例提高到约3成 2023年工业妇联云端网路营收是1943亿人民币 人民币对台币1比4.4元 所以工业妇联的营收为8549亿 大概就是近3000亿左右 昨天工业妇联开出第一季的财报 也是有把个产品类别的营收分类 2024年第一季度 工业妇联云端运算业务营收占整体营收近5成 创单级新高 同期 公司的AI伺服器占伺服器整体营收近4成 AI伺服器营收年增近2倍 较上继承现近双位数比例成长 此外 报告期间内 工业妇联生成是AI伺服器营收年增率增加近3倍 即比也呈现双位数比例成长 第一季工业妇联营收5222亿 云端运算占整体营收近5成 那就是2611亿 AI伺服器占伺服器的4成 第一季AI伺服器大概就是1000亿了 以第一季AI伺服器年增近2倍 生成是AI伺服器年增近3倍 还有鸿海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大概上半年4 下半年6 按工业妇联这个营收来看 今年工业妇联AI伺服器的营收 会有4000到5000亿就是很正常的 重点是目前的年负成长这么大 所以时间对价值投资者有利 每撑一个月 一季 鸿海AI伺服器成长的就更多 按台积电的预估来看 台积电都敢看到 2028年AI营收年负成长50%了 现在外资群持股比例 还在40.8% 所以还是常常在那又买了卖 然后卖了买 严格来说之所以外资群会这样 那是因为做多外资群还不够多 如果大部分的外资群都进来做多鸿海 那有的外资群卖 有的外资群卖 累计外资群还是会买超鸿海 鸿海这一波AI百年大行情这么明显 所以在外资群还没有全部归位 时要抓紧时间买 之后工业妇联的营收及获利 会越来越漂亮 进来的外资群 主力 散户也会越来越多 股市一样也是供需法则 越多人想要买股票的话 股价就越有可能被高估 也就是出现所谓的疯狂价 现在进来的外资群及主力还不够多 还是会出现偶尔一些内资主力 或外资群主力卖出 最终造成外资群卖超 不过这也没啥好担心的 5月中鸿海就会开出第一季财报 目前根据工业妇联 亚太电信 红腾经历的情况来看 鸿海本业毛利率 盈利率会好的几率是很大的 毕竟工业妇联营收增加12% 获利增加34% 工业妇联的毛利率7.64% 比2023年第一季鸿海毛利率6.04%高 当工业妇联的营收比较多 毛利率比较高 那鸿海的毛利率会比较好的几率自然就很大 文章出自A大个人研究观察记录鸿海操作片 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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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